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 台湾12岁以下儿童每人平均有2.5克蛀牙 尤其台东县儿童举尺率为全国最高 104年小学年级生 为治疗举尺率高达70% 因此台东县卫生局在4月16号这天 特别请到高雄医学院口腔卫生学系黄晓玲教授 在县福礼堂为宣明办一场 儿童口腔预防保健讲座 好 注牙的原因其实就是这4个 然后有食物 然后需要时间 时间越久 食物残渣会跟细菌做结合 所以各位想要看 你拿掉任何一个元素 你就不会注牙 可是你要拿掉牙齿吗 不可能啊 那你要拿掉食物吗 也不可能 你要吃饭啊 时间跟细菌 细菌你也不可能拿掉 因为细菌我们口腔本来就有正常的细菌在那里了 所以你就是时间 要掌握时间 什么意思 你进食完要刷牙 要不然就是你睡觉前 最重要睡觉前一定要刷牙 为什么睡觉前要刷牙 为什么睡觉前要刷牙 对啊 可是为什么睡觉前比任何餐后解压更重要 对 很好过一个晚上然后呢 很时间很长 对 选择对的牙刷与使用正确的刷牙姿势 还不够能完全把牙刷干净 保护牙齿 需要搭配牙线及合适的牙尖刷 才能真正达到清洁口腔干净 再搭配含服牙膏和使用含服化物 更能兼顾强化牙齿与骨骼 李宇轩 徐静坤采访摄影